Disco 刚刚过来 觉得很新鲜 但是我没提 杨卉我们可以 来啊 我们没跳 你一起啊 我不会 你去旁边看 来来来 她会 她会跳Disco 没关系 一起了 对啊 这样 对 还挺棒的 来 你给我这样 你做这个 你做这个 对 差不多就是 那是啊 就这种了 好帅 好帅 很棒 很棒 这种很棒 这电影当中 还有一个情节 是偷偷地躲起来 听邓丽君的歌 你们那会儿 也偷偷听吗 太是了 在我们的宿舍里面 还把门关上 我们几个人就 好多头 这样围着一直听 妈的跟着还哼哼 然后有一次 我们老师突然就进来了 发现我们在听邓丽君 马上命令我们那个战友 把磁带拿出来 然后把带子要这样 叉叉 印象特别深 觉得好残酷啊 因为当年部队的音乐 都比较单一嘛 脱离老师视线 我们就开唱 而且我们就感觉 喜欢哪首邓丽君的歌啊 现在还能哼上哪个啊 一见你就笑啊 对 一见你就笑 可以来一个 谁来一关 我们一起 一起 我们很多能 你那边边风采太微妙 和你在一起 永远没烦恼 电影画面当中 有吃西红柿的画面 我们从来没感觉到 一个吃西红柿的画面 能够让我们感觉 那么有食欲 西红柿平时都能看见 我们怎么没感觉 那么好吃 吃西红柿 因为是当年那个年代 物质也很匮乏 那西红柿还黄瓜 我们既可以当水果 也可以当蔬菜 然后我们也能消费得起 尤其是夏天 我们就会给它切块 切下 然后放上糖 有的时候放到那个 自来水里面 稍微冰一下 因为有没冰箱嘛 美京的水很凉 对 美京的水 美京的水又很凉嘛 暗恋某位男生的话 就会拌一大盆 放到驴子那个盒里面 悄悄地就出去了 到男生那个宿舍 不光是吃的美味 还是传递情感的一种 方式的一种 可以又有一部电影出来了 不叫山楂树之类 叫西红柿之类 这个西红柿 引起很多故事 除了西红柿 还有什么别的好吃的 我最爱吃糖 他最喜欢吃 你最爱吃糖 讲讲你的糖故事 因为那个时候 要是买那个大白兔奶糖 还是北京是买不到的 那么我趁他们中午 睡觉的时候 我就吃 然后等他们一起床 一地的糖纸 一地的糖纸 我跟他住一个宿舍 我可以证明 每一回他们拿这个老笑话我 对 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见 其实一个寝室的女生之间 还是有挺多矛盾的 你们会有什么矛盾吗 我好像我们没有 我们互相关爱的事情 我都记得 比如呢 比如那时候 由于我得了那个肾炎 医生就说 你要卧床休息啊 你不能去练功啊 干什么的 那时候杨慧是我的副班长 而且还有一个呢 我的班长 他们两个人轮流给我打饭 打水 那时候打水都是用暖瓶 提的 就是自己也要用 还要帮我打 轮到我指日生 他们都说 你不用了啊 我们来 落下的课 还给我补课 那时候就是真的跟亲姐妹一样 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真的是 因为从小嘛 那么小 跟家里面的姐妹兄弟 相处是一样的 对 我是有在练功 一个从一个骨上 这么高的 翻的下头来的时候 这个脚落地是这样 咔 我就听到咔 一声巨响 然后我就三个月 就不能训练了 然后脚腫得好大 冰冠华他就 晚上突然说 来 我给你那个 抹抹那个药酒 就把我脚抱起来 抹了好长时间 每天晚上 我到这个情景 我那个时候 大概14岁 我到现在一直记着 那个 封阳刚打印不是说吗 每个文工团的男生心里 都住着一个 文工团的女生吗 当年因为在我们军区大院 确实我们这一批招过来 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然后说我们去洗澡 当时用的是风花洗发水 布法素 我们穿过操场的时候 都拿了盆 都是随着走的 但是所有的在操场那儿 有打球的 有旁边转的 他们的动作都会要慢 对 那个味道很香 一飘 冯晓刚导演 他都在里面 都已经描述到 这也是冯晓刚导演 因为他是搞美术的 他就特别观察 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细节 像我们 他在我们住四楼 他住二楼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 那次什么所谓偶遇吧 下来又碰到他了 但是他也从来假装 跟我们不打招呼 很默默的 为什么要假装呢 他心里可能觉得 我们太美了 他自己说 我都不敢 不好意思 羞涩 所以他才会派出方华 就你们那么美的那种状态 实际上都是呈现在 他生活细节中 他全普着道了 对 因为我们去食堂 都是这个方向 然后这么走 他有的时候 故意 觉得算好这个点 我们下课了 我们就可以过去 他就假装走过去 想跟我们偶遇一下 然后他有时过去 一看我们没下课 他就自己默默地翻回来 然后再过十分钟 觉得我们下课了 他又再假装走过去 青苍武艺 青苍武艺